今天是10月21号 周六A股不开盘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周五A股收盘后的情况 科技股全线大跌 不管你是6G芯片光刻机都在跌 导致了整个板块一个崩盘的节奏 同时A股上证指数在周五也跌破了3000点 那么在这种行情下 科技板块接下来会怎么走 跌下来是机会还是风险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就科技板块做一个全面的解读 如果大家对这个方向把握不住的 看不懂的仔细听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人家赚钱吃肉 你在干瞪眼的更要仔细听 听见大家视频当中讲的一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如果你觉得无聊的可以去我的橱窗 看一下里面有一些好货便宜 又实在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 西瓜抖音都可以看 上周五在A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沙跌跌破了3000点 其实你会发现在周五这个沙跌的过程中 主力方向就是科技 科技可以说是全线重挫 那问题来了 科技在前段时间表现非常强 跌下来是机会还是风险的 我们就两个大家最为关注的方向做一个解读 一个是6G一个是光刻机 6G在周五的话跌幅是跌到3.85% 那么这个跌下来怎么看 我记得在讲6G的时候 在这里跟他讲过 当时他什么 放量突破了前面高位 我说这里突破怎么办 其实突破大家注意 回踩对不对 前期跟大家讲过这个是 前高突破 说了很多回要什么要减仓要出货 那么回踩下来就是机会 回踩下来就是大家可以博弈的机会 朋友们这个时候是好事 跌我觉得是好事 他只要在干跌 只要敢跌到所谓的60天线附近 那么我们就应该敢于去下手 敢于去抄底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大家要准备好子弹了 6G方向如果再跌 跌在上面的这个 比如说60天线 或者说下面低点附近 就是大家一个机会 上车的机会 反弹随时都有可能展开 甚至有机会迎来大反弹 有机会突破前高 那很多朋友会问 阿阳先生那6G反快是吧 反弹的话哪些票是要重视的 哪些票是要重点留意的 我该怎么办 对吧 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想在接下来 航行上中央吃到肉的 一定要仔细听 比如说在周五的话 有两个票是红旁的 那这两个票红旁的有意义吗 我觉得这两个票没啥意义 它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轮动反出反弹 这个 这个带通带动效果不是很大 重点需要留意的是什么 人气核心票的走势 比如说两个钟 两个钟我前期跟他说过 哪两个钟 中国卫星中国卫通对吧 大家看一下 中国卫星在接下来的航行当中 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大家可以潜伏的位置 如果说他接下来跌下来 跌到这个低点附近 就是大家可以上车的 后期反弹拉高的话 是存在比较大的机会的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潜伏进去 风险不是很大 爬中一旦极大的话 你就有机会获利 甚至有机会获得距离了 还有一个钟就是中国卫通 大家看一下中国卫通在周四 出现了一个冲高 而且是最高冲到21块钱 但是到了周五的收盘 只到了什么 18块多 跌了2块多下来 跌了10个点以下 对吧 我觉得这里好似跌 你再跌跌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觉得就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上车的机会 可以去吃肉的机会 这个位置大概在17块钱上下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去做一个博弈做跟踪的话 我想想你后期反弹拉一拉高了 我们就可以高位出货高位出逃了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只适合 朋友们潜伏 只适合潜伏 如果你想赚快钱的 那么你就要盯紧了一些人期票 龙头票 其实最好办 就是盯紧后排的这些大跌的票 这些票为什么会大跌 是因为近期涨了比较快高位 但如果说整个6G板块调整结束的话 去反弹的话 他们反而力度会更大 当然像正有科技这种票的话 整体股性是偏弱的 但我觉得这里的话 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因为它有一个 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科技 里面 它是属到的业绩比较亏损的 所以就怕黑天鹅事件 当然 如果你是做超短的 还好快进快出 记住它的趋势线 看没有 傲斯线附近 那么傲斯线附近 就是它可以博弈的一个点 你能在这个位置起码了 反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越是往上走越要 测快进快出 试加科技 在周五也是出现一个大跌 而且这个跌幅 是属于一个是吧跌停的缩量的 怎么理解 好吧 你看前期这里是不是走趋势 对吧 它趋势线是在2030线 那么跌到2030线 但如果说在 接下来 它如果再撒 撒到所谓的30或者60 那我觉得也是好事 那给了大家一个什么 一个可以博弈的机会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票的话 股性比较差 不要去追 为什么 你看拉一个大阳线 拉一个大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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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拉大阳线 它就是什么 大英镑对付你 对吧 大英镑撒跌 那你这种这种位置你敢去追高吗 你一追是不是就容易吃灭了 对不对 好 华丽创通 华为概念前期的核心人气票龙头票 近期跌幅比较大 从30多块钱跌到25块钱 跌破了60天线 这个票我记得在前期跟大家重点讲过 我讲什么 这次吧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5天线 短线 你要看这个线破掉位以后 直接要跑路对吧 那如果你是做趋势的 你就看620天线 20天线破掉以后 走不住你也测对吧 所以你在这位置破掉 你测掉了 你就避开大跌 那从技术方面说 它已经到了前面的低点附近 这个低点附近 那么在这里的话怎么办 后面有没有机会反弹 我觉得反弹肯定会有的 记住 如果说你在高位被套的朋友们 反弹拉高了 反弹冲高了 有机会给你跑路了 赶紧的先撤撤撤 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如果你在这高位套住的 有机会给你跑了 先撤了再说 不要再轻易的去顶 不要再轻易的去追了 这个票的话 它也有个特点就是业绩比较差 对不对 当然从技术方面说 我觉得后期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关键是看 市场资金能不能去跟上 还有就是前期的人气票 比如说朔贝德 这种票的话 你看近期走出了一个A字杀 朋友们这里涨的快跌的快 那么不排除在20线30线位置 起稳走出一个阴气上涨 不排除 所以朋友们要准备好子弹了 如果说接下来行情当中 跌到下面的强制撑位 起稳后很有可能在短线人的一个爆发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抽跌反弹 抢个抽跌反弹 但一定要注意的细节是吃完后要跑 好 重点来了 所以中备 中备是趋势票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3倍了 可以说是这个6级方向里面的什么 一个龙头票 牛票 这种票最好的方向在这里 20 30 所以在20在30这个位置就是大家机会 什么机会上车的机会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车了潜伏进去了 那我告诉你 一旦起稳了后面反弹很有可能突破39块 把这个高位继续进攻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博 可以跟踪的一个位置 抽跌反弹的位置 当然如果说这个位置守不住了 那么你也要考虑做撤退做止损 整个6级板块来说 我觉得空间潜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后面 一旦回踩到位就是机会 要什么敢于下手 好 那除了6级之外 周五砸盘比较凶的 还有一个就是光刻胶 光刻机对吧 那光刻机跌幅也比较大 跌了三个多点 你看他创出了一个什么 指数的一个新低怎么理解 这个方向 我也认为后期有空间后面有机会 所以越跌越要满 后面空间潜力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你要避开短线的一个撒跌 什么意思就是短线 你会发现在周五 出现多子票大跌对吧 那么你要避开这个接盘 我们等他调整结束后再去参与 可能很多会说 阿阳先生那哪些票是重点呢 大家看这是周五的一个走势 周五的话有两只票是红旁的 这两只红旁的票说真的 都是属于一个低位的一个补涨 低位补涨这种的话 难度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追高难度比较大的 我们重点还是要留意核心人气票的走势 我说核心人气票大家知道什么 这两个跌的最凶的对吧 这两个跌的最凶的 你看南银装备 这个票在前面出现两波拉升 出现两波拉升 可以说是观刻机这个方向的人气核心票 但同样的也要告诉你 这个位置 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说的位置 20天均价线 对不对 20天均价线 要考虑什么 考虑测 如果说20天均价线守不住的话 你不测的话 你想想这里出现沙跌 这里连续跳水是不是 损失比较惨重 损失比较大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这种票的话 后期他如果跌往下 杀 杀到这个低点附近 那么我觉得反而又是机会了 目前来说他是所谓的下跌过程中 还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止跌位置 这里就是一个什么补跌 他补跌结束后才是机会 补跌结束后才是大家可以跟踪的一个位置 当然他的走势的话相比起这个 前面的一个张江高科的还是偏弱 张江高科的话 这个杀跌就是洋务 是吧 是属于一种河岸流式的杀跌 我觉得他也是属于一个补跌走势 补跌是好事 他补跌结束后 补跌结束后才是机会 所以朋友们把握好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20上面的30线60线的位置 如果杀到这个位置 能够起满的话 后面超跌法堂是肯定会有的 这种票才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有句话我说了很多回 做短线 你一定要记住 要咬住龙头 要盯紧龙头 龙头 结束这个补涨后 哪怕后期调整结束了 反弹了 他也是涨了最快的 也是最凶的对吧 大很多会说哎 二爷先生这些票 党服比较大 高位我有点怕 我不敢去怎么样 那好 你实在实在忍不住 实在不敢去去低位的一些 低位的一些补涨也是可以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整个盘面来看 观刻机这个方向后面空间潜力还是 比较大的 当然 有人会说那这些低位的杀低的 我们能不能去参与 你比如说像这种 绿星对吧 这种票 这里一个大阳线直接两天杀 杀了低位了 那么这种票怎么理解 从19块多杀了 15块多两天杀了5块钱是吧 杀两三天杀了5块钱 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票确实是属于低位 是可以博弈可以潜伏的一个位置 听紧了没有 这种位置确实可以潜伏的位置 但是盘中拉高了你不能轻的去基于高 不能轻的去顶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前期我跟大家说过的一些低位票 对不对 一些人气票 你比如说像富乐德这种票 在近期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调整 那么这种票的话 也是可以去留意的 比如说低位 对不对 杀到低位附近 我们可以去做个低息做个潜伏 后面反弹拉高的话 也有机会获利也有机会持住 还有一些其他的票调整到位的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 值得大家跟踪了 整体来看 光刻机 包括6G这些方向的话 都是存在比较大的预期的 所以我觉得调整下来后期还是有机会 大幅度反弹的 反而杀跌是好事 是机会上车的机会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